你是時裝大人 隔壁就是這個星級化妝師 先問一下 怎樣可以令到自己的時裝方面 或者潮流方面的觸覺 可以更加敏銳一些呢 其實觸覺是可以訓練的 我覺得是 接觸多些不同的事物 你會多了很多刺激 還有看多些不同的東西 例如去多些不同的地方 接觸不同的文化 咦? 難怪全部都有即可辭 因為其實暗地裡 我是你blog的粉絲 我也知道你到處會旅行 最近喜歡喝什麼 我真的有看 真的有看 對 難怪你經常會去旅行 最近你去的地方挺美麗的 對 我最近去完南美洲回來 也挺精彩的 既然是這樣 不如這樣吧 我們來看看 哇 好 漂亮得好像是假的 這個地方很出名 叫天空之鏡 就是 今年將會 其實去年開始已經很熱 我們覺得 怎樣都要去看看 因為不可以只給日本人去完 去到 我不單止看到 一個一望無際的炎湖 還有你看看他的魂 我們從來不會看到魂 好像有生命 你看看他好像一個有生命的BB 一直向前噴煙 我覺得 去到南美洲最大的體會 就是我們跟大自然 人跟大自然的關係很緊密 你看看他那個 譬如他一個山谷 那些石頭 經過日月的洗禮 其實整個人 而在南美的文化裡面 他們是相信這些 就是 樹 石 鹽 甚至是雲 其實是有精靈 跟我們人一樣 是有一個靈魂在 所以他們是把大自然 擁抱在自己的生活裡面 而不是覺得 我是我們 環境是環境 不關我的事 好嗎 講到呢 有那麼多不同的遊歷 去這樣的地方 大自然我想跟環保 相識相關 是 其實你對環保怎麼看呢 因為環保 我簡直覺得你是個先鋒 你一向都很注重 就是看你寫的東西 看你幫都知道 你怎麼和大家分享 環保這個題目呢 正如我很相信 我們跟大自然是一脈相承的 所以變成我們對環境好 我們是最終的受惠者 而剛才我也有跟記者說 在我自己的生活 就是lifestyle裡面 我有些習慣不是很環保 例如我很喜歡浸浴 會浪費水 但是我在其他方面 我會補充一條數 譬如我已經五年 沒有拿過購物紙袋 我去買衣服 從來都不拿購物紙袋 我覺得自己有一個平衡 然後希望自己對大自然 是有一個貢獻 而不是成為一個負擔 在製造垃圾 浸浴員可以淋上 哇 果然是 還有是不是 那可不可以再有其他 更多的用途 再發掘更多的出來 不過我覺得是對的 環保的確 雖然聽到我們好像一個潮流 不過當然最重要 都是由心出發 是 態度去做才是對的 發瘋